这房子也比较厚 强在天鹤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前 云林斗六文旦农赶紧做好防台措施 这防台 这防台 是土比较高 土比较高 把他收了 把他收得比较高 再过几天就要进入采收期 担心一年的心血被台风给收走 除了防台措施 也号召亲友强收较早熟的文旦 而气象局也在星期一下午两点半 发布陆上警报 提醒民众周一晚上 花东地区跟西南部风雨开始增强 周二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明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初一 正好是满潮的时间 那配合大潮的满潮时间 东南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从六点到六点到七点之间 是一个碰到了第一次的 大潮的满潮期间 而至于西南部地区 明天开始风雨的情况 也会比较大一点 西南部地区来看的话 大概是在七点到八点之间 田和飞来的时间 刚好是农历初一大潮期间 因此气象局也特别提醒 沿海地洼地区要严防淹水 以及海水倒灌 台东市临海路的加油站 搬出了木板 保护好门窗 固定好加油机 因为150公尺外 就是太平洋 毫无遮蔽 每次台风来都受灾 这回天歌虽然是青台 仍然是不敢钓鱼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的